NBA 常规赛进入收官阶段 各支球队的排名情况也已经基本确定 而常规赛更大的悬念也即将揭晓 那就是各大奖项的得主 这其中最有分量就要属 MVP 每个赛季获得MVP的球员 都代表着本赛季最为出众的球员 而本赛季这个奖项的主要竞争者 就是哈登和维少 过去两个赛季 酷里蝉联了 MVP 这个奖项 不过本赛季 MVP 排名中 酷里甚至连前五都没进过 很多球迷不仅会感到疑惑 难道酷里的巅峰期就仅仅只有两年 难道小学生就是 NBA 历史上巅峰期最短的 MVP 2015-16赛季的 酷里的却太神了 常规赛命中402G三分球 场均接近五个 命中率高达45% 酷里在巅峰赛季的表现 绝对称得上史诗级别的 不过在本赛季库里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迷失 引以为傲的三分球命中率也一度跌破了40% 往昔那种杀人猪星的三分球也越来越少 不过自从科尔做出 轮休三具投来迎战马赛季后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勇士取得了13连胜 在杜兰特缺阵的比赛中 勇士似乎又找回了往昔那样的进攻 而库里也再次开启了日天模式 而赛季行将结束 库里本赛季的综合表现究竟如何呢 场均可以贡献25分7柱5板 命中率分别为474190 这样的数据谈不上突出 不过库里依旧是命中了313级三分球 排名NBA 历史第二 而本赛季勇士取得68胜的战绩 同样排名NBA 历史第四 不过库里真正值得称到的 或许还是他的正负值 本赛季库里的正负值 一共为正979 而相比之下 勒布朗的正负值为正483 哈登为正433 两人加起来的数据都没有库里一人高 当然用一句话来概括库里的话 那就是当一个球员赛季 以41.2%的命中率 投进了313级三分球时 你仍觉得不够多 那么这个球员一定是库里